舞蹈是生命的身体的歌唱 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会让生命流动起来 所以你的生命会感觉到鲜活 感觉到生命力 现在的生命没有激情 所有人都感觉是冷的 就像吃青石一样 大家是冷的 没有热情的 不相信爱的 当你舞蹈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自己 宇宙就会看到你 所以我们舞蹈的时候 是跟宇宙连接的 那个时候就会和光同尘 你自己就会看到自己 你心里会有光 这是舞蹈和不舞蹈的 对于我们的区别 感觉大家笑和告别像进手术室一样 怎么那个门关的 你是娘子是吗 对 我在想娘子老师什么时候出现 看到你那么自然 所以就一下没转过来 你比较简单 特别好 在这里访谈嘛 其实是以面前的这个人为主 以您为主 其实我只关心你自己 我只在意你的人生的偶然 你必然 你是怎么样变成当下的你的 要感谢你 因为有这次谈话的机会 会让更多人可以分享这种生命感 对 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 很多人会质疑 说你们做普通人 我们四年访谈了两千个将近 两千个普通人故事 所以说 很多人说 我现在名字 你拜了娘子 你做了一个精神妙语言 你把自己变成了莲花座 让每一个普通的人 跟你在对聊的过程里面 变成菩萨 我觉得 说实话 我说第一次 就是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你可能大概知道 我能够感受到你 其实在访谈之前 我觉得很难 去给你做访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幻想啊 可能我们做的事情 有一定的共通性 嗯 嗯 所以你坐这儿的时候 我是会很感动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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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所以我来了 所以你 你邀请了我 对 谢谢你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 有个特殊的能量 有人这么说过吗 嗯 有吧 对 是什么样一种能量呢 我没太记 因为 每个人会 会说出来 不一样的一些感受 我永远会保持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北京现代舞团代表中国的 生命艺术自由的团体 我们其实值得骄傲的是 中国的现代舞在国际上 是一流的 一线的 我给威尼斯双联展 做的开幕原创作品 三金与月 得了意大利最重要的演出奖 好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威尼斯双联展里的电影节 《红高粱》 大家都知道 《孔利》也是这个出的名 《张艺某》也是这个出的名 但是我们为整个艺术节 开幕做的一场演出 而且《威尼斯双联展》 因为三金语言 还拿了一个国际大奖 所以这个不一样 比如说电影 它是一个大众的 互动知名度的一个专业 而舞蹈呢 成为一个艺术里面的 一个独特语言的专业 我给考团的演员 说的话就特别简单 好好跳舞 你对舞蹈负责任 我对你负责任 然后演员会有基本工资 然后给演员安排教学 每一个教学有补贴 演出有演出费 当然不会很高 可能刚刚够用在北京 但是做纯艺术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舞团本身这个团 就不是商业团 北京现代舞团 在整个舞蹈界里面 它就是一个庙部 它培养了很多人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 舞蹈风暴里面 最起码吧 有40%最漂亮的舞蹈 都是北京现代舞团 都是我培养的 好 谢谢 大家好像会对所谓艺术家 这个角色 这个符号 神圣化 标签化 你觉得你是一个接地气的人吗 我特别接地气吧 我就是热爱生活 而且乐此不平 它就是人嘛 人间 其实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这个 我最大的热爱就是做饭 我喜欢生活 这是全部演员最喜欢到我家吃饭的原因 我开玩笑说 如果我不是跳舞 我卖辣椒 辣椒酱 我可乐比老干妈了 我们一会儿走的路线 很有意思 我们会走一个员工通道 我们就要从厕所上便利上去 对 VIP通道 对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门卡 哦 这是这栋楼的毛坯房 你看这零食插的电 没有装电 没有空调 什么都没有 暖气没有 排列厅 就它下面哪个空间 不用我们就在哪个大空间 这儿用你就在那儿 那儿用你就在那儿 走廊也可以跳 其实给我们暂缓 现世是一个非常无常的世界 但是它的变化很多 比如说 关于在前一段的这种三年的疫情和困难的阶段里面 我们舞蹈遇到的困难其实是很直接的 所以剧场都不能演了呀 关掉了 那我们也是很直接 从了一个八年的有团子的地方 我们今年是29年 北京现代舞团95年成立的 我为了不让这个团解散 在我们的场地那么高的一个成本费用和演员之间 我做了一个最重要的选择 我选择保护演员 我不要场地了 那大家有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要开始流浪 演员说OK 金子姐你只要说我们可以继续跳舞 我们就流浪 我说好 我们在南天下跳舞 我们在路边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跳舞 把场地去掉 我们舞团开始流浪 这就是很现实的经济带来的压力和问题 我敢这样说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是自信的 这是一个非常自信才有的流浪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被赶出家门的状态 我们在舞蹈的所有艰苦的训练 每一个剧场面对的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跟观众的接触里面 我们是完成者 那些世界上所有观众认可的作品就在哪 今天我能谈到的所有的精神 它不是梦想 是醒来的样子 我跳舞是能养活自己的 你跳舞不行 因为我从小就在练 我们每天一千腿打沙袋 我们所有的苦不是在这儿轻描淡写的说美的 所以并不是只听那些精神的话题 先要检查自己的能力 能力不够就去练 所以能练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 你写一个字写的那么丑 人家也不是天生就能写一个漂亮的字 天天念啊 念一万遍 一亿遍的时候 字就不丑了 不管你在哪个程度上的生命 只有你最懂自己需要什么 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自己是自己的最主要的那个灵魂的监护者 所以这个意义大于你去在世界上 获取别人交给你的那些意义 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这其实是在诠释人到底为什么而活 我们都生而为人 人的身上它不只是具备生命力 因为花鸟鱼虫草也有生命力 但是人是可能在所有生命里面 生命感知力最强大的那个生命体 哪怕是七情六欲 其实是生命感知力最强大的生命体 才会拥有的礼物 那个礼物最重要是什么 是上帝都在羡慕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爱 有这种感知力才有爱的能力 爱就是人的本事 就是人的礼物 一株花的爱只能开放就枯萎 一株树的爱只能随风摇摆几下 给你一个阴影 那其他的呢 都是一个观看和互动之间的 只有人可能还经过你的爱的能力去创造 可以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变化和可能性 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创造性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 对人类的一些希望和向往来完成的 人类在的感受情绪其实区别很大 它就是齐花一草一样在这个世界 所以自己要成为自己真正的监护者 熟悉和了解自己 看到自己的真相 才知道自己如何成长 人人都应该跳舞吗 在我来看 人人都应该跳舞 所有有生命感的生命都是武性的 如果我们回归到生命自然的样子 舞蹈就是那个自然 我不是目标 我只是千言歪语 是身体里的情感 是身体里的风 所以每个人都是会跳舞的 我带动所有您基础的人跳舞 都是在空中画画的 都是感觉到心里有风的 那个音乐就是风 一旦你动起来的时候 你会把生命回归成 整体世界生命里的万物 你的遗物 太多的教育里面 把舞蹈变成了艺术门类的时候 就是距离 然后他就开始判断我没有天赋了 我的条件不够 我太胖了 我踩不住节奏 舞蹈成为那个看到去表演的舞蹈 所以不合适我 它是一个标准 那个不对的 舞蹈是生命的身体的歌唱 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会让生命流动起来 所以你的生命会感觉到鲜活 感觉到生命力 现在的生命没有激情 所有人都感觉是冷的 就像吃青石呀 大家是冷的 没有热情的 不相信爱的 当你舞蹈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自己 宇宙就会看到你 所以我们舞蹈的时候 是跟宇宙连接的 那个时候就会和光同成 你自己就会看到自己 你心里会有光 这是舞蹈和不舞蹈的 对于我们的区别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生来 我是要做一个 表达自己生命的舞者传播智慧也好 或者是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好 会有这种规划吗 没有 我对自己很清楚 我感知我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的小名叫金子 因为是天津的孩子 在天津出生 大名叫高燕 我妈妈带我出去的时候 看到我的人就会说 这是你女儿吗 是你生的吗 怎么那么丑 又黑又瘦又丑 营养不良的样子 而且还有点弱智 看上去 就反应慢 喊半天高燕 高燕 这是我 在后面你就会发现 我住在那个小区院子 你就有三个高燕 所以你就会是一个 所有人里面喊了都会模糊的那个孩子 有的事情你没有做 老师会批评你 他就会把你带入到那个计体里面去 你们一起破支了垃圾 你们是不是一起都在偷吃苹果等等 你都没有做 老师就会罚你赞什么的 然后你还不敢说 你会莫名的很多的委屈 那个委屈感会更加强调 你在这个世界是多余的 就像长在阴暗阴湿处的一棵草 所有的感觉是 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个世界 我欠这个世界的 我为什么来呀 我就来占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东西 甚至有一次我记得我跟妈妈说 我说妈妈 你把我送回去吧 我觉得没有意思 我不想活着 你给我送回去吧 送回你的肚子去吧 妈妈就给了我一耳光 说了句话 你说这个话 我就给你把鼻血打出来 这样才避邪 其实她完全不懂 我在那个时候如此的脆弱 当有一天我发现 我说妈妈 这个名字是女取的 我妈说对是我们取的 我说如果取名字 为什么不能取一个 只有我一个人叫的名字 这个院子里好几个高燕 她说那你说叫什么 我的知识有限啊 我说能不能把大名小名加一起 高燕精子 我妈说挺好听啊 高燕精子 云阳顿挫挺好听的 下午爸爸就把我的户口盖了 就叫高燕精子了 从那以后 奇怪了 因为我突然发现在那个时候 我提出来我的生命 是否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 我自己迎着光掌了 这根草就见光了 首先啊 没有我做的好事就有我了 老师表演了说高燕精子你今天干嘛了啊 那个黑板报干嘛了什么说呢 没有我呀 对 然后表扬的时候也有我了 老师进来的时候 开始喜欢点你发言了 那你 新老师特别一来说 好高燕精子你发言 我站起来老师 哦那个是高燕精子 看没有 就是当你有了一次机会 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 你的名字你自己做了个主人 其实还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名字 只是夹在一起 好像那一刻你就有 有勇气面对一天啊 而一下就变了 世界对你也变了 就你自己而言 到现在这个年纪 你说的我好悲伤 我到什么年纪了 来继续说 哪怕你二十岁三十岁都可以这么说 到这个年纪 你有没有类似人生低谷的时刻 比如说我的儿子在八岁的时候 发现有老刘 我在知道这样的一个不可疗愈的状况 我通宵在狂风里面 晚上在整个小区里面跑 一夜一夜的在那跑 边哭边跑 而且那个时候我离婚了 离完婚发现的 我是一个离婚的 带着一个有病的孩子 我在那个时候就 就崩溃了 这种痛苦其实无法厌说 所有的母亲都可以想象 就是你替代不了 你觉得你照顾不了她 而且那个孩子那么小 是个寒暴欲放的样子 好像她就被选择没有机会了 西医已经判了 就是判了死刑了西医 然后我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那么大 没有一个结果是绝对的 为什么还有中医 我还要试 我又去找中医 中医医生把了脉是说 你的孩子的脉现在没问题 因为她那个时候 没有体现出征兆来 只是检查出来 她你的脉不行了 你的身体不行了 你要小心 我就整个紊乱了 生理紊乱 我就天天开着她睡不了 就要发呆 那个时候是感觉 这个人啊 永远是仗着的 这种仗着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人 是长在眼泪里面的 是那个眼泪破眼就能出 他整个仗在这 永远仗在这 在那个阶段 我的孩子 从八岁开始 一直到十四岁吧 正常读书 他跟所有小孩一样 他每天去读 是一直读到初二 回来说妈妈 我可能不能读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初二的时候 他的学校的那个 教室就在楼上了 四楼了 他是说妈妈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是从楼上滚下来 滚回来的 因为后面总会有人推我 我站不稳 老刘他压着平衡呢 走路都会摔跤 如果有人碰他 他就会从楼上一路滚下来 每天滚回来 他说妈妈 你知道吗 最大的暴力 不来着别人打你 是没有人理你 这些悲伤是躲不过的 但是悲伤有用吗 悲伤没有用 所以呢 我说那我们就不读了 他拿了一个卷子回来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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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不见 让我签字 我一看 得了十分 看不见 看不见 我说你为什么没做完 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搜卷子的时候 我有好多题都没有做完 因为他慢 不是他不知道 但是学校的考试 没有给这种孩子 特殊的待遇 他写不完 他慢嘛 他老都压着呢 我说宝贝 所以我要想告诉你 你得十分 和得一百分 我对你的爱都不会变 你不用有压力 妈妈对你的爱 跟分数没有关系 那个爱永远都在 我说但是 我把她的手抓过来 咬了一口 咬得很重 咬得疼 我疼不疼 我疼妈妈 那妈妈想告诉你 有的事情我替代不了你 这个疼 我看到你疼 我是心疼 这个疼还是长在你身上 我帮不了你 所有这些知识 给你 不是为了一定 是让你学成什么样 这些是跟这个世界 相处的方法 大家是靠这个知识去交流 靠这个知识去彼此表达的 只有你才能自己面对这个世界 我替代不了你 我只能把这些都给到你 你拿到这些工具了 跟大家相处 你学到了 你甚至更多了 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生命关系 所有的疼和快乐都是自己的 所以宝贝这是自己的事情 在今天去说的时候 因为已经抽你出来 我觉得就是我在精神上的念头 转出来了 就是因为对爱的认知 没有别的 我要把我的孩子 回归到人类的孩子 不是我高燕金子一个人 所有的孩子都可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压力痛苦 我要把这样的感受和感情 给所有的这样的孩子 那一刻 我就跳出了在妈妈的情绪里的执着 要不然我就会很迷信啊 到处拜相干嘛 我在之前是想给所有的人跪下来 我想到路边上去跪着 我会觉得所有能站在我身边走过的人 都是了不起的人 都是伟大的人 他们都有可能把我拉起来 但是真的到这一刻你想明白 我跪下了解决不了问题 我站起来我的孩子才有机会 其实该做的会做 你会更好的判断 什么时候去见一个有能力的医生 什么时候该去检查 然后什么时候就让他上学 跟孩子怎么交流 你会变成了一个更健康的状态 给了你已经遇到问题的孩子 既然都躲不过 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他 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儿子是我的贵人 我在想这个生命 居然承受着这样大的痛苦和折磨 他在用他的生命付出来让我懂 懂得那个爱是大爱 懂得你所有的作为 是以更多的生命去着想 而不是只停留这个狭隘的状态 这一下我又更知道我为什么要舞蹈 为什么要带北京现代舞团 北京现代舞团所有的舞者都是孩子 而所有舞者的舞动都可以舞蹈 给那些有所有有孩子的人看 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 这些思考这些体验会上到作品里吗 会啊 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生命的私物创作的作品 所以都会在里面 潜移魔化都会在 我找到了我的生命来的意义 我是有我的使命感 我会知道我的生命来 舞就是我最重要的那个 跟生命所有的那个意义的途径 我会用舞蹈的方式去触动人的心 让有的心可以打开 让有的心可以回归 让有的心可以回到心动 所以舞蹈本身来说 是可以触发生命的情谊的 这个是我在舞蹈里面的使命 而且我还是一个培养舞者的一个能力 还有教学能力 我还可以教所有零基础 不会跳舞人马上就会跳舞 这些是我天分有的能力 也是我在经验里面修行出来的能力 所以它一定是要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但是如果说财富能够不像我们那么压力大 好像整个舞团每年在想每年怎么活 那我可能我特别期待的是什么 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就是公益 最应该有的公益精神事件 它不能说有钱人能买得起一张演出票 没有钱的人就走不了剧场 我希望我培养更多的舞者 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跳舞的地方跳舞 让我们所有的演出全部公益免费 为什么艺术只要接触就是接触心理 他没有贵贱之分 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门票就会卖的很贵 因为剧场的厂租很贵 灯光音响成本很贵 也许我们做的不够成熟吧 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怪任何人 我们没有去让社会向我们捐款 我们还是尽可能是靠自己 虽然好像我是个失败的 所谓管理团体的一个企业家或运营人 其实是很失败的 以那个标准来说 已经都破产成这样了 还在沾沾自行 都是创业者 为什么有的创业者就是兴奋的像李花一样开放 有的创业者就是苦哈哈的 对吧 永远去讨债 为什么 我带着北京现代舞团 我也是一个创业者 而且他很特别的是他还不能完全商业模式 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内心和整个这个物种的追求是艺术 所以他的那个难度是大于纯粹商业的难度 如果奢侈品的品牌来找我合作的时候 他们合作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会把我们当一个伴舞者 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这些影响 我们就会在所有的合作里面 让一个商业上的项目合作 变成一个高级的艺术精神的商业宣言 转念如此重要 有一点其实是没有失去的 因为你最大的那个意义 就是你的艺术上 你的作品 那个舞动的那个作品的内涵 那个站在舞台上的那个能量的意义 一直从来没有失去 用所有的艰难成为营养土 在养我们这朵艺术的年花在开 我们说出淤泥而不染 所以那个最无价的身上的能量 其实所有舞者的能量一直在 所以该来的就会来 你把你做好了该来的就会来 所以像这次混沌这次合作 我们在这次合作也不是以财富标准为合作的 混沌的学院这个发起人李善友教授 在去年的时候突然来找到我 他找到我是很简单 他说好多人都说觉得我应该舞动了 金子老师 你能不能帮我舞动 因为我每次上完课我好累啊 我给他讲舞动的这些意义和价值 带他动的时候 我今天放松了 我今天开了我干嘛 但是同时他就体会到说 金子老师 我突然发现 我们有好大一群人 现在需要艺术 需要把我们流动起来 把我们那个大佬的思维解放 他就是说金子老师 我想坐一艘游轮 在这个船上是一场游雪 让大家在这个轮船上的成长 不只是智慧的成长 认知的成长 而是生命整个探索的成长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很感动 我说你太了不起了 你成为这样的商业学校 你并没有再去想那种商业的事情 你居然想的是你作为一个教育体制 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 你想完成的那个那条船 其实是如何把大家度到新的彼岸 所以就是艺术和商业结合 认知和情感结合 我们有三台剧目在上面 一个剧目是三金与愿 关于生命是否有轮回的一个探索 一个是初念 因为我们是4月9号走 是3月初一正好是启愿的日子 还有一个作品叫行走的云 行走的云是所有的人登船的人 从一开始就会看到和参与起来的一个作品 当你登船的时候就已经有舞者在那跳了 93小时半夜都在跳 每个人只要舞者在跳 你愿意你就可以跟他跳 每个人都是每一朵云气 当我们都聚拢起来的时候 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 行走的云会是一个高潮 所有的人都会形成一大团所有的云朵 会拖起今年的龙脸 我们会寄体舞龙 行走的云是整个船的一个 从来没有过五天思宴的一场演出 是一个作品 是所有人一起参与一个创造的 然后这条船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也是让我激动的 就是这一群上船的陌生人 陌生人是有彼此的狂喜 和彼此的缘分的 这种交流是有信任的 这种交流是可以互相助力和依靠的 所以五千人的轮船 就是中国上下五千年 每一个光阴的缩影的生命带领者 这是我想我们在心里面看到的那一条船 为这条船的魅力和价值 我是金子 我要登船 我们一起邀请你登上 混沌Lite 创造者号 我是梁子 我要登船 我们一起邀请你 一块登上混沌Lite 创造者号 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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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